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2月23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主要是呢 针对路透社一则报道 也就是报道整个这个反送中运动 也就是送中条例 它的这个来龙去脉 也就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个整个送中条例 完全是中央政府一手策划和一手安排的 根本不是什么林郑月娥和香港保安局 他们搞的这么一个送中条例 那整个这个送中条例 它的来龙去脉 它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重点要分析的话题 那么大家都看到这一次呢 习近平到澳门去参加澳门回归二十周年的 这个纪念大会上面 习近平带着大家都在唱这个歌颂祖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说 林郑月娥的老公林兆波博士 他呢 没有唱也没有鼓掌 对这个现象出现以后呢 很多人呢 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分析和揣测 有的人认为是林郑和他老公在唱双簧 也就是说林郑事先知道 他老公一定不鼓掌 一定不唱 那么呢 林郑通过这个方式呢 能够向外界表达一个什么 他们夫妻两人观点和立场不一样 然后他丈夫的这种表现呢 也可以让他丈夫呢 可以向英国政府去保留呢 他们家里面的英国国籍也就是说 你别取消我的英国国籍嘛 我太太她做什么事是她的职务行为嘛 跟我不一样嘛 那么大家都知道英国是民主国家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是尊重个人的人权啊 也就是你本人的表现是作为我是否取消你英国国籍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至于你太太怎么样 不应该就说祸及到你 所以说呢 林兆波的这种表现呢 有可能呢 会通过这种方式 向英国政府能证明他自己和他太太政治立场不一样 这是呢 讲他们所谓唱双簧 林郑月娥他了解老公这种做法 他也希望通过这种做法 能够保留老公和两个儿子英国的国籍 不然的话 如果是英国国籍被取消了 这对林郑月娥来讲可以讲是打击最大的 因为他们这些为中共做官的这些人啊 一旦涉及到个人的利益 那是绝对不能够让自己的利益受损的 党国利益受损没关系 所以这种分析呢 我个人认为呢 是有一定道理 就是说林郑月娥和林兆波事先是知道的 他们唱的是一个双簧 这个呢 只是一种分析 我个人如果认为的话呢 我认为林兆波这件事啊 和林郑月娥两人互相时间沟通好 两人就策划好 把这个双簧表演的那么好 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呢 不大 我倒是认为林兆波他就是现场抗命 也就是林兆波在现场选择不唱 也不鼓掌的这个行为呢 林郑月娥事先是不知道的 林兆波有这个考虑 至少林兆波他认为 我通过这件事是可以让外界证明 我和林郑月娥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 对中央政府也好 对香港政府现在发生的这个反送中运动也好 我林兆波又有林兆波自己的政治立场 跟老婆意见不一样 那不需要到外界去表达 可能家里面我们两人之间会有共同的讨论 大家可能有政治分歧 但是对外面呢 他们不会公开去讲 像他们这种职位的人 不会随随便便把家里面的隐私 他们个人的政治观点 夫妻之间合还是不合的事情 让外界知道 不可能让外界知道 但是到了这种重大场合 林兆波认为通过这个方式 他可以表达一下他的政治态度 所以说林兆波选择了这样去做 我更相信呢 林兆波是一个有一定气节的知识分子 他会通过这个现场呢 去表达的这种做法呢 就坚持了他自己的价值观 至少他不在乎习近平对他个人怎么看 不在乎他这个现场抗命的行为 习近平最终会对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处罚 至于对他太太有什么处罚 他都没有考虑 就他这件事会给他太太带来多大的政治后果 林兆波显然他不认为这件事会有什么政治后果 即使有 他觉得他们夫妻两个人也完全有这种共同抵御的能力 这是我个人认为林兆波的表现实际上就是表示了他自己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气节 所以在这个场合呢 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这么一个表现 而绝不是人家所谓阴谋论 绝不是夫妻两个的唱伤皇 那么林郑月娥呢 林郑月娥你就很难去采测他这个人啊 林郑月娥的这个内心啊 他肯定是藏的比较深的 你可以想象林郑月娥有一次他这个电话门泄露的事件 林郑月娥那一次是接见了几个香港的这个当地的企业家 这些企业家显然跟林郑月娥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林郑月娥要接见的企业家 肯定是名单上面看了又看 选了又选的 选上来的这些人显然是林郑月娥认为 跟他们之间是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可以通过他们向外界传递林郑月娥的谋统话语的 所以说林郑月娥就选择了这几个企业家交流 但是这个企业家里面就是有人做了录音 这个录音最终就是泄露了 因为这个录音泄露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什么 就是林郑月娥就说 如果中央同意 如果可能的话 他早就要辞掉这个港手 那么这是他讲话的一个核心了 就是他不愿意再做这个港手 他觉得他撑不下去 第二个 他觉得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也不是他的本意嘛 这就是他在电话录音里面表达的这么一个意思嘛 那么这个录音意外泄露呢 最后呢就是比较低调的处理了 林郑月娥在事后是简单的谴责了一下 那个泄露录音的人不大道德 但事实上我个人认为 这个录音啊 是林郑月娥通过某个特定的企业家故意放出去的 他就是要让外界知道 他和中央的态度不一样 或者他让外界知道 他林郑月娥本人没那么坏 他并不想强推反送中运动 他不过是在这个岗位上面 他没有办法 他不能不做 但是他内心里面早就想辞职 中央不给他吃 这是林郑月娥表达的这么一个想法 为什么林郑月娥要传递这么一个信息呢 显然这个送中条例 从本意上来讲 就不是林郑月娥她自己要发起 要专门去做一个送中条例 把香港人想办法去送中嘛 这个从路透社这次的这个独家报道所披露出来的信息 我们就完全可以看出 送中条例这件事 完全就是中共中央政府 他早就想做这件事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就是中共他在二十年前 他已经想过要在香港推行一个当时叫引渡法 所谓引渡法 就是他们希望能够从香港呢 引渡他们想引渡的任何一个人 不管这个人是中国人 是外国人 是香港人 还是其他外籍人是在香港停留的人 也就是中共希望把香港成为一个吧 按照中共的讲法 就是不能是法外之地 我们想抓谁 我们就应该在香港能抓谁 所以说中共高层中纪委 他才是这个所谓修立这个送中条例的这个始作俑者 他们一直想这么干 过去这么多年没干成呢 是因为他们曾经强推过二十三条 后来这个二十三条呢 没有成功 董建华又为这个事下台 他们呢 就想这个事还一还 那么这以后王岐山上了台了 王岐山在第一个任期里面做了什么事啊 王岐山第一个任期里面啥事也没做 就是帮助习近平去铲除习近平政治道路上所有的政治对手啊 而很多政治对手都是位高权重 绝大部分的人他们基本上都获得了香港身份 都在香港有着自己的资产 有着自己的地盘 有着自己的生意 所以很多人归缩在香港以后 王岐山要把他们抓过来 王岐山在香港是抓了很多人的 有很多人呢 是可以讲是中共这些家族里面的白手套 类似我们讲叫肖建华这类 还有的直接就是中共的高官 或者是中共高官的情人下属 他的这个秘书医生 以及跟高官里面有密切联系的这些知情人员 这些人常在香港的多了去了 所以王岐山在十八大以后 接任中纪委书记以后 他在香港是抓捕了很多人的 但是他在香港抓人呢 他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司法障碍 就是有香港的这部分呢 已经什么 已经完全办理了香港的这个居民的身份 有的人甚至已经脱离了中国大陆的身份 就是纯粹单纯的香港的港民 甚至有的人已经拿到了大英帝国的这个海外护照 也就是他本人已经不是中国身份 他完全是香港身份 或者是大英帝国的第二护照的身份 那这种人如果抓的话 从特区的这个基本法 从中共和香港是属于一国两制 香港是高度自治的这个观点上来讲的话 如果你到香港去抓人 完全是破坏了香港的司法制度 在司法上面来讲 这条是走不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王岐山呢 他也一直就是投储忌器 有的人呢 是属于想抓 但是因为他这个身份 他已经办理了香港身份以后 因为他这个身份要抓的话呢 有一些司法障碍 所以呢 某些人呢 想抓呢 就没有抓得那么顺利 到了2015年 他们呢 首先试水呢 试水在铜锣湾书店上面 在铜锣湾书店的事情 是习近平要抓人 为什么 铜锣湾书店出了一本 习近平和他这什么七个情人的这本书 这本书呢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很多人在网上呢 会流传这本书 或者有人经常谈到这本书 这本书呢 我是基本看过的 这个书里面的内容 完全我个人认为就叫胡编乱造 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呢 他人呢 在美国 那么他们写这本书本来就是一个八卦 地摊八卦行为 然后一是抹黑习近平嘛 第二个也是通过铜锣湾书店 香港的书店呢 能够呢 卖掉一部分书呢 赚取一部分利润 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到香港去的人 最喜欢去逛当地的书店 在当地的书店呢 买一些八卦的杂志 这些杂志呢 中国大陆完全是封堵的 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在香港呢 这些杂志呢 是公开的 随时都可以发行 随时都可以看 没有人去考证 他这个里面的传闻这些内容 究竟有多少真实性 但是呢 八卦新闻大家都喜欢看嘛 所以习近平和他的七个情人的这本书呢 基本上来讲 就属于这种八卦地摊的 这种编造的各种假话和各种讨厌色的新闻 但是有人看 这本书出版了以后呢 对习近平呢 刺激很大 对彭丽媛刺激更大 因为这本书里面所写的各种内容 让彭丽媛看了以后就是义愤填膺 彭丽媛很难判断出这个书里面 讲的都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至少他认为很多东西不是空穴来风吗 或者有些女人跟你习近平有没有染 彭丽媛心里面不舒服啊 他找习近平就算账啊 习近平就感觉很委屈啊 这个事不是我干的 这完全是编造 那么在习近平和彭丽媛的这个眼里面 他们认为这不简简单单是什么编造 是伤害他们夫妻之间感情 他认为这是政治阴谋啊 这是有人在重伤习近平 有人挑战习近平最高领袖的权威啊 这一定是政治阴谋啊 所以习近平非常恼火 他就要求王岐山 你给我把这件事给我查这个水落实出 把这个里面所有幕后的人通通该抓的都抓起来 因此有了习近平这个商房保健 你说王岐山抓人还有什么顾忌呢 所以王岐山就派人 在2015年的10月份到12月这三个月期间 先后抓捕了香港铜锣湾书店里面的五个人 其中的五个人有我们大家知道的那个瑞典籍的公民叫桂敏海 还有这个书商叫李波 其次呢就是铜锣湾店的店长呢叫林荣基 那么一共抓捕了五个人 这个里面最蹊跷的是什么 是桂敏海是从泰国绑架的 那也就是中共越境执法 他到人家泰国一个主权国家去绑架了人家桂敏海 而李波呢 李波直接是从香港绑架走的 李波是一个香港公民 你从香港把一个香港公民直接带往大陆 这个完全就已经是违背了基本法 所以李波被抓捕的事件一下子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关注 也就是中共它跨境执法 而且它跨了境破坏了香港基本法 随意抓捕香港的公民这件事 一下子就让香港民众就有静若寒蝉的感觉啊 也就是说你中共你可以随意到香港想抓谁就抓谁啊 这是指一五年 那么这件事过去没多长时间 到了2017年中纪委又开始从香港直接抓捕了亿万富豪肖建华 当时肖建华在香港的这个四季酒店 他突然被人蒙头 一个大的黑头套往他头上一套 把他强行的按在一个轮椅上 通过这个轮椅把他推到一辆车上就带走了 这个事完全是中共中央政府内地派来的特工所做 所以整个中纪委的处理肖建华这件事上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受到了香港大量的这个舆论的质问以后 中共就感觉到呢 因为没有跨境抓捕的这个法律依据啊 他们呢 就在香港抓人呢 就很被动 所以说中共就急切希望能够处理一个香港有一个送中条例 这样的话呢 他们可以在香港随意抓人 这是肖建华之事之后 那么肖建华大家都知道他是明天系的老板 他是一个白手套 他给中共很多家族里面都倒成了大量的资金 他们之间里面有太多的权钱交易 抓捕肖建华是习近平亲自指示王岐山直接办的 因为涉及到中共内部高层家族 涉及到他们之间彼此之间的各种利益 所以肖建华的事情一切是秘密征办 那么王岐山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王岐山在他第一个任期 他显然是一心一意要辅佐习近平 帮助习近平扫除所有政治上的障碍 然后同时呢 给习近平下一个连任 能选拔好自己所有他的习家军的人才 习近平在巩固了他所有的政治盘 所有巩固了他的政治的基本队伍以后 习近平希望能推出什么 推出终身制 这是习近平他一直魔化的这个想法 所以第一个任期他用老王 但是老王这个人的能力很强 习近平跟王岐山之间是绝对有内斗的 也就是习近平他充分相信老王 他治国安邦的能力 他帮助习近平清扫他政治道路上面 所有政治对手的能力 但是老王本身的能力就让习近平感觉到 如果是把老王留在政治局常委会的话 那么有一天老王突然来对他习近平动手的时候 他习近平是措手不及的 因为党内里面像老王这么高的 这个威望的人真的不多 第二个老王是非常有邻居力的人 在整个政治局常委里面 大部分对老王也很服气 而十九大以后新选拔上来几个常委 肯定都是跟着老王混嘛 那么习近平非常担心老王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山头 而这个山头最终他是来铲除你习近平的 可以讲习近平他执政的第一个任期 既掌握不了刀把子也掌握不了枪杆子 习近平就是一个王滬林 每天跟他吹捧一个什么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的中国梦 把习近平吹得晕晕乎乎的 实际上习近平他根本就控制不了政局 他的政局当时真的是靠王岐山 靠王滬林去搞大外宣 在宣战上面的意识形态上面去推广 所谓习近平思想 真正的扫除党内的一切的政治对手 能够严控政权的就是靠王岐山 这是习近平他很清楚 所以说他知道老王这个人十九大 一定要叫他吓不能把他留住 留在常委会里面对习近平 他自己这个王座有威胁 但是老王这个人能力很强啊 而且老王没有得罪你习近平啊 习近平觉得老王这个人还要用啊 所以他安排老王做了一个国家副主席 而这个国家副主席按照老王自己讲的吧 他担任国家副主席呢是没什么事 基本上这个贤裁 也就是帮助主席做一些外交 或者是主席安排他做什么事 他就做点什么事 这是王岐山他在接见外宾的时候 他自己讲他这几年就是做这些事 事实上也就是说 习近平安排王岐山做这个副主席 也就是交办你王岐山做什么事 你就做什么 你对我主席负责 那么我没交办你事 你就作为一个贤职 作为一个第八常委 然后吃吃玩玩 作为国家领导人 可以去游餐玩水 可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呢 名誉上的职务呢 什么到美国访问啦 跟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去搞搞什么蓬勃论坛啦 每年到欧洲瑞士去搞个达沃斯论坛啊 反正老王呢 你就表面上的工作 你就做一点 这个习近平呢他不反对 但是呢他真正是要控制老王的权利 因为对习近平的政权来讲 老王是绝对有挑战能力 或者是把习近平拉下王座这个能力的 那么这个送中条例啊 中共一直想推 中央政府也一直希望香港政府能做这件事 但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契机 香港政府呢也有一定的抵触情绪 你觉得呢香港人民都反对你们随便抓人吗 这个明显跟基本法不符嘛 结果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今年正好碰到了 这个香港人陈同佳在台湾杀害女友的事 那么把陈同佳送中 这不是很合理的吗 我们就借着陈同佳在台湾杀害她香港女友 又需要搞引渡的这个事情 然后就开启了这个所谓送中条例 这样的话呢 这个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她呢就在今年二月份就一定修改了这个逃犯条例 把这个逃犯条例呢作为引渡疑犯 首先呢引渡陈同佳这个事作为案例呢 就把它推出来了 那么林郑月娥也觉得这可以顺水下坡 既完成中共交给她的任务 同时又有陈同佳在台湾杀害女友这件事 保安局来强推这个送中条例 陈同佳觉得现在可以顺水推舟了 哪知道这件事情一爆发以后呢 受到香港民众的极大的反对 那么香港民众极大反对的时候中央什么态度呢 中央就是强推 因为呢习近平就是希望 在香港能够推行这个逃犯条例 能够在香港任意抓人嘛 所以中联办的主任张晓明 他就一再去鼓励林郑月娥做这个事 并且呢他在一次私人会议上面 告诉林郑月娥和李家超 这件事不要手软坚决往下推 我要把送中呢一定是把它推成功 这样以后呢 我们在香港呢抓捕任何人就有司法依序 所以在这个反修例的初期 林郑月娥她是非常坚决的 但是香港民众激起的这个反抗 到了这几十万人大游行 甚至到二百万人大游行时候 林郑月娥就感觉她扛不住啊 扛不住以后 最后林郑月娥实在没办法之后 她就跟中央提出这个送中条例啊 看来在香港推不下去 那中央不同一策啊 就告这要开工没有回头见啊 继续往上要走啊 所以林郑月娥最后没办法之后 她来搞了一个叫寿终正寝 她不叫撤回 她就说这件事 我们就算死亡了 不做了 不做可以吧 香港民众不行 香港民众不同意你讲的 什么死亡寿终正寝 香港人民要求你永久撤回 永远不提这个事 那么最后大家看到了 香港才坚持了好几个月以后 林郑月娥最终没办法 林郑月娥到了九月份才开始来宣布 说是香港的这个送中条例 把它呢永久撤回 再也不提这个事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五大诉求已经改变了 也就是香港已经进入了 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的阶段 这时候送中条例测不测 已经不是最主要了 这时候因为整个香港已经爆发了 这个时代革命 也就是香港警察作为打手 对香港民众烂捕烂杀 他已经完成破坏了香港的法治 而香港民众现在已经不简简单单跟你谈什么送中条例的问题 而是要求你五大诉求 去一步考五大诉求全部要满足 要必须在香港推行双普选 这时候革命的这个目标完全变了 所以路透社报道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秘密 完全就是公开了共产党这个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 他们要搞这个所谓修例他们之间的这个秘密 也就明确能够认定香港的整个这个送中条例 都是中共中央政府一手策划 中央政府一直强推的 是王岐山和习近平他们本人在幕后指导的 那么王岐山和习近平他们本人既有互相联合 也有互相内斗的这个方面 同时呢王沪林在这里面也起着极坏极坏的作用 因为王沪林在帮助习近平去推崗所谓习近平思想 无限吹捧习近平的时候呢 王沪林一直是希望通过习近平的手去铲除王岐山的 因为王岐山在的话对王沪林是一个极大的危害 王岐山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心黑手狠 王沪林是一个三朝地士是复旦大学的一个教师出身 说句话就是肚子里面有点坏水 他真正没有多少能耐 他比当年的什么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差了远了去了 但是搞阴谋水平他不比别人差啊 你说他肚子里面的才能他没那么大 但是他搞阴谋的水平不比别人差 所以他经常在习近平面前上一些王岐山的滥药 希望习近平呢能够排除王岐山 因为他知道王岐山如果进入了十九大的常委会 王沪林可能可能是进不了常委会 因为当时王沪林只是政治局委员嘛 王沪林十九大是想进常委嘛 如果王岐山在常委会王沪林多半是进不了的 但是如果把王岐山排掉王沪林就进得了常委 而王沪林进了常委以后 王沪林他个人认为他是有能力驾驭习近平的 习近平在很多对外面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 对外面的思想宣传方面 或者他自己所谓的习近平的思想理论基础 他都靠王沪林来帮他贩卖 习近平现在在中央里面能够信任的人真的很少 七个常委里面现在就是王沪林跟到他后面跑 帮他去推他的这个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在整个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只有两个铁杆 一个栗战书一个王沪林 王沪林是帮助他推广他的所谓习近平思想 把他的所谓意识形态往外面去传播 然后呢让习近平呢感觉到呢走到哪里 都是我习近平思想伟大 都是我习近平能够有新的中国梦 新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所以习近平呢他很满足王沪林对他的推广 问题是习近平这个梁家荷博士 他抗二百斤卖的他都不知道幻间的智商 他不知道王沪林经常在忽悠他 王沪林讲起来宣传他中国梦 宣传他习近平思想 他实际上经常把坑给习近平挖好了 你看马云马云二十一号出席了 二零一九世界浙商上海的论坛大会上面 马云在上面讲嘛 马云讲二零一九年日子难过啊 习近平那边讲心事大好 但是马云跟他讲日子难过 他说他十二月二十号这一天 他就接到五个来借钱的电话 还有十个人跟他讲 在一个礼拜之内要把楼球们卖掉 你觉得什么人能跟马云打电话吧 跟马云打电话借钱的人都什么人啊 是能够跟马云就借个三万五万吗 哪个不要跟马云去借个三亿五亿的 所以跟马云能够开口能够借钱的人 也就是他的企业肯定是碰到了极端的困难 而且资金缺口是巨大的 跟马云能开口的一是跟马云有交情 第二个是跟马云是差不多的这种富豪 也就是开口就要拿个三五个亿的 也就是按照马云讲 一天就有五个人来跟他打电话借钱的话 他就说2019年日子非常非常难过 习近平那边讲行事大好一片大好 现在中美贸易战已经成功 马上世界命运共同体就要建立 2020年全国就奔小康 马云这边告诉你 浙伤日子不好过 浙伤都过不去 撑下来的人日子都过不去 这就是王虎林给习近平挖的坑啊 他一边歌踪着习近平伟大思想 一边人马一边连浙伤都过不去 同时王虎林又在中共去宣传了一个李子柒 就是王虎林授亿 中共呢授予呢 这个李子柒是2019年文化传播大奖 他这个传播大奖呢 说是他把乡村的生活照片和视频 表现了中国农村岁月静好的最好的桃花源的先进 所以他给他发一个大奖 结果人家好几个记者跑去实地采访以后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么王虎林他这个宣传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忽悠广大农民都回乡创业 说你看你们回到家下家下动物美好就像李子柒大造的 这种人间陷阱桃花源 你们回乡创业就可以发财了 然后就是新华网也好人民日报也好 不断地在网上鼓吹什么谈棉花的发财了 赚了好几千万 什么一个卖番权卖西红柿的 他已经挣钱发财发了好几千万 已经在上海买了三套房了 还有什么哪一个县哪一个小镇长 炸油条就炸了这个十来个亿 这些人的日子过得都跟李子柒一样 把日子过成了湿 那么中石油中石化他们每天加的油 他们说他们亏好几个亿 那些高速公务的收费战他们拦路抢劫 他们也说他们亏了好几个亿 他们说农民回家创业都发财了 王思聪创业都失败了农民创业能发财吗 所以王沪宁给习近平挖的这一坑啊 习近平是感觉不到的 习近平只觉得他的中国梦多么伟大 现在老百姓生活在他管理下的中共 现在是多么的幸福 岁月如是李子柒已经给你看到了 这就是王沪宁给挖的坑 立战书立战书毫无疑问 他就是帮着习近平看门的 他就是习近平多年的战友 他一直帮着习近平在看家护院 他走到哪里都是定于一尊一言求定 他告诉任何人对党的忠诚就是对习总的忠诚 对中央的服从就是对习总的服从 这是立战书 当然了立战书可能是真挺王沪宁是耍硬魔 那汪洋就是跟习近平的那个打太极拳 李克强就两手一探就跟他讲习总你做主 因为李克强这是中共建政以来这么多总理里面最窝囊的一个总理 至于赵乐际嘛 赵乐际习近平就更不满意了 因为赵乐际习近平希望他抓的人 他一个没抓过来 习近平不希望他抓的人他全抓了 他抓完了以后就把人家往死里面省 省就把很多习近平不愿意暴露的秘密全暴露了 所以习近平的赵乐际火得很啊 要不怎么今年会冒出来一个陕西的千玉矿泉案 什么秦岭的别墅啊 这个事情你觉得崔永元去曝光 崔永元后面没有支持者崔永元这个光报得了吗 你报的谁啊你报的周强啊 周强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国籍啊 而且你报了周强如果在这件事上 你不能把周强拉下嘛 那很可能周强会跟你秋后算账的啊 周强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动用一点司法资源要修理你崔永元做不到啊 但是周强做不到为什么 崔永元显然他背后有他的势力 如果他没有这么巨大的势力 就根本不存在崔永元敢报 而且报过以后能没事 而陕西的两个大案都涉及到赵乐际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之所以报周强涉及到赵乐际 毫无疑问是习近平手下有所布置 然后对赵乐际敲散证 那么赵乐际只能跟你习近平洋风英畏咯 表面上称送你习近平领袖了 跟着你习老大走了 但是内心里面在政治局常委里面 赵乐际跟他绝对是面合行不合 韩正就跟别人讲了 整个香港这个反送中条例里面 执行的如此差 让中共如此被动都是韩正他一错再错 你有时候可以讲是韩正他判断一场 韩正对香港是误判 你怎么知道都是误判呢 你怎么不知道韩正有可能就是给习近平挖坑呢 所以习近平这七个常委里面真正拥护他的能够跟他是铁杆的 我看就栗战书一个 别的他习近平都说不上 这些人能够不害习近平 能够不集体团结起来 把习近平在某一个时候一脚踩下去 就算不错了 这就是中共现在的现实 整个常委会就这样 那么习近平他又想推行他的终身制 可以讲他这帮幕僚里面没有几个人会支持他要搞终身制的 所以大家就动不动就会提出要不要搞个接班人 习近平一听着接班人就恼火了 搞什么接班人啊 再怎么接班人也轮不到什么胡仲华孙政才接班 所以孙政来先把他送到秦城 胡仲华经常给他穿小鞋 习近平真正希望能够接到班的人 如果实在是挑不出人啊 他挑两个傀儡的话 他挑的也是他习家军什么成名而理强这一类的 这是习近平他能够认为是属于他能够看得中的 他觉得他自己可以随意驾驭的这两个人 当然了陈明儿也好李强也好 他们现在还没有被选入储君 他们一旦选入储君那日子就不好过了 他们能活着熬上他的王座都不一定啊 你看看李克强就是李克强当年也当了储君培养的 李克强当了总理以后这两任总理 你觉得李克强他究竟能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面能发挥点什么作用啊 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啊 你看这一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这个会议 习近平只是在北京接见一下文在寅接见一下安倍 他们三人的会议是到成都去开的 成都是李克强跟他们一起去开 习近平接待文在寅年文在寅这副没出息的样子 到了北京马上就跟习近平讲香港事务也好 新疆事务也好都是你们国家内政 我们韩国坚决不干涉 同时他跟习近平讲哎呀这个美国和朝鲜 如果他们翻脸他们不好好谈对我们大家都有影响啊 中国要发挥它在地区事务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啊 能够尽量的凑成朝鲜和美国的好好谈啊 文在寅好像一副赴汤蹈火的一样的 文在寅是韩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一个总统 我告诉你文在寅百分之百在监狱里面 文在寅今天跟中共去表达这个态度 什么新疆事务香港事务都是你们内政 你们想怎么干怎么干 就充分说明文在寅这个人的无耻的嘴脸 像这样的人在韩国当总统代表韩国他就羞武了韩国人民 我可以讲韩国人民选择了这么一个出卖自己价值观的总统 你看到这样的总统你就知道韩国这个国家出息是不会大的 至于他很希望朝鲜跟美国交流 朝鲜跟美国有什么好交流的啊 朝鲜和美国最终的解决就是美国要求朝鲜完全契合 如果在美国忍受的那个规定的时间 朝鲜始终不弃始终挑衅美国 那么朝美终有一战是脱不掉的 而这个战争的爆发不仅仅是铲除金家王朝 很可能金家王朝被铲除以后 中共这个大王朝也被摇动了 现在我就非常希望金山呢他能够挑衅美国 挑衅到美国已经不耐烦了 川普就再也不能把三胖看作是他的什么朋友 川普已经完全调整了他的策略 然后对三胖实施定点斩首以后 拿掉金家这个政权以后 中共他跟美国打的牌就完全没有了 中共现在动不动还可以在朝鲜问题上面 跟美国去谈它在里面能斡旋能发挥什么作用 如果朝鲜根本就不存在了 并且朝鲜一旦被铲除朝鲜毫无疑问 会跟韩国合并 会走入一个全面的民主社会 当朝鲜能够民主发达起来 撑下来这个中共美国要修理中共 美国只要支持一下台湾 中共就应运而到 所以说未来世界的格局整个中共的格局 跟朝鲜跟台湾都是紧密相关的 至于香港那就不用讲了 香港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排头兵 香港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 而香港现在已经争取到什么 争取到全球所有国际舆论 和全球所有的政界领袖 都密切关注香港 所以香港现在做的每一件事 它都是给中共这个要垂死的骆驼上面 压上最后一根稻草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